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博恩基 楊教育助理財的契機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記得幫我們節目 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按讚分享及訂閱 因為您的支持是我們努力的動力 好的我們知道電子類股當中 有一類股從去年到現在 漲勢相當的兇猛 它就是IC設計 記得我們之前跌一波 那後來IC設計反彈相當的快 甚至快過於半導體的個股 那為什麼反彈會這麼快呢 好的今天我們首先來歡迎 藍燈耀老師 老師好 所有的觀眾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藍燈耀 是的老師我想要先請問你 為什麼IC設計族群最近長得 這麼樣的兇 是的 今天的節目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藍老師要在這個節目裡面跟你們講說 標股最重要的基因是什麼 那這個類股我稱它為 標股族群中的霸主 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一檔個股如果它要上漲的話 它的毛利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 近期的時候我們2317的鴻海 它也標了一段對不對 BUT你們知道嗎 鴻海的毛利是多少 5.8個百分點 而在近期的時候 我們2002的中鋼也標了一段 那你們知道中鋼的毛利是多少嗎 大概是16.8個百分點 這麼高 對 那你們知道 2303的連電在近期的時候其實它也是蠻彪悍的 那它的毛利率是多少 大概是 26.3個百分點 但是你們知道我們的 IC設計的毛利是多少嗎 平均下來都有 40個百分點之上 也就是它的成本是非常的低 可是它的 獲利的能力卻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具備了 標股的基因其中一個 那第二個如果說它的 它的毛利很好 可是它股本過大 也不容易會飛 那你們知道2330的台基電它的股本大概是多少 將近要2600億 但是我們這個類股裡面的股王 是聯發科嘛 聯發科的股本大概是多少 只有159億而已 差這麼多 連它的 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它的股本低 而它的毛利高 那相關的 它如果要 只要稍微的籌碼進來的時候 它當然就很有可能會飆漲 並且未來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是一個晶片滿天飛的世界 未來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 幾乎全部都要用到晶片 所以 它具備了高毛利 低股本 跟 非常棒的展望 那它當然會是我們標股中的霸主 好那為什麼IC設計會成為標股族群中的霸主呢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老師基本上講到IC設計 一般人其實不是那麼熟 那請問IC設計 它到底是怎麼營運的呢 好那這個類股 它到底錢從什麼樣的地方來 對不對 它為什麼它的利潤可以這麼樣的高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 如果你看新聞的話 你可能會想說 拉老師 IC設計有很多 它有非常多的不一樣的晶片 有觸控的啦 有面板 諸如此一大堆的 連散熱它都有可能是個晶片 但是這一些的晶片 是由不同的企業 它所產生出不同的晶片 那這跟每一家的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最主要有三大的營運的方式 他們所有整個類股 整個 IT設計 賺錢 全部都是由這三個來的 第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它就是專門在設計晶片 然後把這些晶片拿來賣的 那這一個就是第一點 第一點它也被稱為沒有晶圓的公司 沒有晶圓代表什麼 代表像 台積電跟聯 他們是專門在做晶圓的嘛 對 那做晶圓它需要什麼 非常大的成本 它需要去擴散 需要去有相關的智慧跟能力嘛 但是 IT設計完全都不要 它這些的內容完全都是怎麼樣 委外來代工 那這些非常龐大的支出 就交給別人 他們只負責 設計的部分 所以它的利潤當然會是非常非常高 譬如像我們的這個 這個類股裡面的股 聯發科 它專門在做的就是什麼 行動電話的晶片 那它在今年所推出的天璣 2000呢 可以說是賣翻天的 幾乎在對岸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 大家都在搶這個晶片 那這個晶片的效能 跟高通是差不多的 但問題是它更省電 並且它的價格更便宜 那 再笨的也知道要來跟我們的 聯發科來買晶片嘛 是 好那 譬如像這個做個人電腦晶片的部分 像微 跟系統 全部都是 自己把 晶片給 設計出來 並且把它給做出來之後 賣給別人 那這是他們 賺錢的來源 這個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又更妙了 第一種被稱為沒有 晶圓的公司嘛 那第二種被稱為沒有晶片的公司喔 他不僅僅是沒有晶圓 他連晶片都沒有 這就厲害了 那代表什麼 他的成本就更低了 是 幾乎就不需要任何的成本 那 譬如像是晶圓跟創意 你如果有一個想法的話 你又做不出來 那你就交給晶圓跟創意 那這個部分 又分為 全套跟半套 全套就代表說 你什麼都 沒有 你只有一個想法 你希望說可以 製造出這樣的晶片出來 那你就完完全全 委外來代工 那第二種是 你有想法 你也有做法 你在 設計的前端 你做出來了 但問題是你中後端 你可能因為你自己太忙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它給做完 那你就可以委外來代工 那 在 目前的全套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你只有想法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要做了啦 對 所以在過往的時候是有全套 但是現在只有剩下半套 那最後一點就更厲害了 我們都知道 第一個是沒有晶圓 第二個是連晶片都沒有 所以他們的利潤會很高嘛 但是第三點叫做什麼 叫做 細製裁 所謂的製裁就代表是 智慧 財產權 那他之所以叫做 細製裁是 叫做什麼 因為他是晶片嘛 晶片是由 細 來做出來的 所以跟晶片相關的 智慧財產權 我們稱它為 細製裁 那這個 這一塊就更強了 因為他連 他不僅僅是沒有晶圓 他也沒有晶片 是 他完完全全就是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 設計圖給做出來之後呢 然後去 申請他的智慧 財產權 然後把它給 這個 註冊完之後呢 將來你們任何人 有需要用到的話 都要跟我買 都要跟我買 也就是我已經做好在那邊等了 我將來就是怎麼樣 等著賣而已 所以他的利潤會是 非常非常的驚人 譬如像是按摩 ARM他就是按摩嘛 跟我們的這個 金星科 跟世行 跟力旺 全部都是 專門在做 細製裁的這一塊 所以藉由這三點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哇 Lan老師 他的毛利率會這麼高 當然是有原因的 所以老師 細製裁其實就是 有一種賣技術的感覺 對不對 沒錯 把技術賣出去 那好 老師我們知道 至少這個IC設計的有三大營運模式 那要怎麼樣來選股呢 是用營運模式來分別嗎 還是怎麼樣 今天的節目非常重要 因為 這個類股可能你 你過往的時候 你沒有看今天的節目 你可能會覺得稍微比較亂一點 到底我要買什麼 就是這個類股裡面有這麼多的股票 我要買哪一檔 那今天藍老師把 未來的展望都整合來給你 就是四個字 55 美車 第一個5是什麼 就是5G的手機 去年全球 5G的 這個 產量 大概是 2.3億支 但是今年呢 會來到了 5億支 也就是他直接的 對 產能會直接跳升一倍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商機 相關的晶片材 一定會賣半天 好那再來就是 物聯網的這個部分 物聯網就是我們的未來嘛 不管是你人跟車子之間的 的連結 你跟自己家電的連結 你跟 醫療相關的 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需要用到什麼 需要用到晶片 那晶片 當然也吃得到 所以你就去注意了 那這一塊又比較 Special 就是過往沒有 現在慢慢有了 但是未來會很多 未來的世界 叫做物物相連 所以未來一定會用到 非常非常大量的晶片在 物聯網的部分 所以 誰能夠吃到物物聯網的晶片 誰真的未來的這個潛在的爆發力會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第3個美 是什麼 中美貿易戰 我們知道去年在打的是什麼 就打晶片嘛 那中美呢 在打的東西都是晶片 晶片如果在中國大陸 不能買的話 那他們會跟誰買 跟台灣買 所以台灣就會直接有一個 轉單的效應 那中美 貿易不會那麼快就停了 不會那麼快就停 通常一定都會怎麼樣 有一個 看看誰先陣亡了 所以他會打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這個你們不用怕 將來只要 他們還要繼續打的話 對岸的轉單就一定會到台灣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就去看 誰能夠接到轉單的效應 誰就能夠賺錢 那最後一個叫電動車 電動車根本就不用拿老師來提了 在去年的時候全球的這個 汽車銷售量大概是7000萬台 但是電動車只賣出了200多萬 那今年的這個全球的汽車銷售量 大概會是8300多萬 但是電動車的部分 大概會是300多萬 也就是佔全球的這個汽車的銷售量 只佔小部分 但是未來是什麼 電動車嘛 未來絕對都是如果你要走環保的話 一定都會是走電動車 那你從 今年喔 今年大概300萬輛 要成長到8000多萬輛 那成長的 幅度是非常的驚人 那這個成長的幅度裡面說需要用的 都是車用晶片 所以 電動車的部分 將來的這個晶片 用量也會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從 藉由這幾點裡面 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些都會需要用到大量的晶片 那誰能夠切入到這一塊 誰能夠擁有未來 龐大的賞機 所以你們就從這幾點過來選股票 好老師那之前 你在跟我們講 投資部分具有講到銅的時候 您當時的選股也推薦了 像是2009的第一銅 或者是1608的華融等等 後來真的都漲一波 那老師你今天IC設計可不可以推薦一些個股 讓我們可以去佈局呢 好的 當然沒問題 我們在 在前一次的節目裡面跟各位講的同相關的概念股 其實到進階的時候真的都是飆翻天的 因為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好朋友們 應該都有一個還不錯的獲利出來 那今天藍老師當然依舊會為我們 所有的好朋友們選出三檔的股票 我們給各位的股票不用多 重點是 很有 很有機會 而且它的價格是很迷人的時候 那這不就是一個 賺錢的契機 所以你 一邊看節目 一邊還可以掌握了 獲利的契機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 那第一檔 然後需要跟各位分享的股票 就是3515的敦泰 那這一檔的個股 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第一 那就是第二 並且它並不是台灣的第一 它是全球的第一 你看第一點 它是繼 蘋果之後 全球第二家電容觸控的公司 是 蘋果之後第二家 你就知道說它在這個技術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驚人 那 今年這一檔個股 我們估它大概會賺到10到12塊錢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它現在的價格大概是200塊嘛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迷人 那第二點你可以看到 它是全球第一家利用單 利用這個 單晶片所支援8.9吋 的觸控螢幕的企業 第一家 第一家代表什麼 它為什麼可以成為蘋果之後的第二家 它為什麼可以成為全球的第一家 因為它的技術非常的好 並且它不僅僅是它的技術非常的好 你看它的市占率 在對岸有超過一半的企業 跟敦泰是有配合的 在台灣有超過90個百分點 跟敦泰是有配合的 那你再看最後那一點 它的產品到底有多好用 在觸控的這一塊 它的單點可以 精確的 這個 檢測5到10個 手指頭的觸點 這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觸控是更靈敏 而且它的反應會更快 那越快又越好的 那誰不要 對啊 對 所以到現在為止只有敦泰做得出來 所以它可以成為全球第一 所以這樣的一檔個股 我覺得它的基本面 是非常的不錯 值得您掌握 好老師既然敦泰的基本面那麼好 那如果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事件 是的 那在 你們來看這一檔個股 它不是全球第一 它就是全球第二 可是到了近期的時候 它的價格卻大幅度的回檔 但一檔很好的股票 它的未來展望沒有任何的改變 它依舊會是未來的主流中的主流 可是它的價格就變便宜了 這代表什麼 代表賺錢的機會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其實我們在衝告說 不要去追它 但是拉回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因為一檔好的個股 當它的價格變迷人的時候 你要敢買 你唯有敢買 你才有辦法可以賺錢 那這檔個股 我覺得 只要它的 季線沒有被跌破之前 它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強的多頭 那甚至於 你們現在可以進場 然後等到 價格如果有拉回到了季線的時候 你都還可以再加碼 然後一併防守季線不破 那我覺得沿著這一條季線 來做上去的話 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檔個股在起檔的時候 有碰到了 它都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 進場點 那你進場買了 續爆 一直到現在 一路買 一路加碼 一路放 你真的可以 有一個還不錯的 獲利出來 真的 那老師 其實剛剛這個 敦泰式 我們知道是觸控IC 那之前你在IP股有講過 IP股是IC設計當中 這個毛利率最高的 請問你會幫我們推薦一檔IP股 細緻裁的部分呢 藍老師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65333的精心科 為什麼 我們在先前的節目 也跟 我們的朋友有說過了 如果說一檔個股 它會是國家隊的話 那可能會是 蠻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除了是台灣第一家 這個供應32位元的 IP設計公司之外呢 它主要的股東是誰 這是國家隊 行政院的 國家發展基金會 然後還有一點 我覺得 蠻特別的 因為其實這檔個股 它是 聯發科的子公司 那我們都知道 聯發科 它在 近期的一個晶片 賣到翻天了 天璣 兩千嘛 那將來 那既然是它的子公司 所以他們有一個 策略的 合作 那就是 將來你只要用我 聯發科的晶片 基本上你就要買我6533 金星科的細緻裁 那把它包在一起 聯發科有打入誰 金星科就打入誰 對 對 所以它未來的這個 展望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再看 最後那一點 它進去哪裡 物聯網 那過往沒有 現在有 未來會更多的 這樣的產業 它才剛打入進去 並且它是用 細製裁的 方式來打進去的話 它不需要什麼成本 是 它只需要賣 全力金給人家就好了 那我相信 我們再看下一張的 字卡 你就知道說 6533的金星科 它的股本是多少 是4.2億 4.2億而已 對 你沒看錯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這個 2330的 台積電 它的股本是將近要2600億 2600億跟4億的股本 而 金星科的這個 利潤卻是 高很多的 那你就知道 其實這樣的一檔個股 它未來的展望 一定會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除了有 行政院之外 它的媽媽叫做 聯發科 所以 你們來看 自然客股在近期的時候 回檔的幅度比較深 回檔的幅度比較深 可是它依舊是6533的金星科 它未來展望沒有任何的改變 它的媽媽依然是聯發科 在近期的時候可能是因為 在上個月吧 有一個新聞就是 包括了像 市 新 經歷科 就是 因為中美 貿易戰 諸如此類被打下 所以相關的類股 它原本的展望都很好了 但是稍微被K的下來 那這不就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你不去追高 但是你 回到相對迷人的這個地方 那就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各位它幾乎回到了200均 一模一樣的股票 它的本質未來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的價格只剩下200均的價格 那你不買你要什麼時候買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它 回到這個地方 它會是一個機會點 給各位的超乎做建議器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要買的話 第一個 如果它能夠把 季線給佔回去 那你可以買 第二個 如果它的價格回到200均的話 你也可以買 那在這個地方 你就 原持股 就是建立一點 基本的持股就好了 那有突破季線 就加碼 有回到200均 一樣可以加碼 是的 好老師 那最後一檔 306金豪科 是記憶體喔 老師你為什麼會推這一檔 記憶體 其實非常的簡單 各位到記憶體到今年的年底之前 全部產能都已經用完了 也就是它所有的產能都已經 它只會越來越貴而已 而且它到了明年的上半年 也都已經有訂單在進來了 也就是這個產業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個產業裡面第一名是誰 那就是我們3006的金豪科 展望是好的 它又是這個產業裡面的第一名 你不買它你要買誰 然後你來看 第二點 它的主要的業務是滴倫 Netfresh 跟 A 之論 也就是所有的這個 記憶體相關的產品 它幾乎全部都有 是 它幾乎全部都有 也就是只要 記憶體的 報價是上揚的 金豪科就吃得到 那再看 第三點 它打入什麼樣的地方 也是物聯網 所以我們剛剛給各位的字卡 那你們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切入到了對的 展望 其實它未來的這個需求 就會大爆發 那它的需求會大爆發的話 它的 銀收跟獲利 當然就會 直接反映在它的價格上面 好 那 那 最後這一點 藍老師就不說了 因為就代表著 它的這個產品是越來越好 那你們大概自己去看一下就好 我們來看它的 該如何來操作 一樣 藍老師給各位的股票都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第一個它的漲望要很好 第二個它的價格要很迷人 回檔了 沒有錯 如果說一檔個股它的漲望很好 但是它已經漲多了 那這種個股不用去追 不用去追 但問題是如果一檔個股它的基本面一樣很好 未來漲望一樣很好 但它的價格卻只剩下原本的大概一半 那不就是一個進場的好機會嗎 原本要200塊的 現在只賣了100塊 那幹嘛不買 所以做 所以做股票 陳如藍老師跟 琳達在節目裡面 一直以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 一檔好股票 要買在它倒霉的時候 也就是它變便宜的時候 那金豪科在前一陣子也是有大幅度的回檔 那到了近期的時候 它的MA 系列這個部分 終於由黑來翻紅了 對代表說這個地方它就是 從技術面來看 它就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買點 那在近期的時候 它也站回去了所有的均線之上 就代表說其實這檔個股 它不僅僅是翻紅了 它還翻多了 那翻多 它的價格又 是跟過往來比的話是屬於比較低的 這個地方 那當然可以買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呢 如果你有經常去持有的話 請你防守季線不破 只要這檔個股 在季線沒有被跌破之前就是虛報 甚至於如果它的價格有拉回到季線那附近的話 又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好謝謝老師 介紹那麼好的股票都是回到這個 甜蜜點 讓我們可以撿便宜 這樣子 好那麼今天呢 觀眾朋友們老師呢跟我們聊的這個主題 是這個IC設計 為什麼成為標股中的霸主 那剛剛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也包括跟我們介紹的IC設計的三大營運模式 那今天呢也推了三檔個股可以讓我們佈局 分別是3545的敦泰 6533的金星科 還有我們剛剛的最後一檔 32006的金豪科 那如果呢你還有相關問題的話 記得可以掃一下我們藍老師的Liot Liot的ID呢是小老鼠 MoneyMoney168 那Telegram呢是MoneyMoney168 最後呢喜歡節目內容的朋友呢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問你 小提示 感谢观看